山壁上的土石崩落下来 幸好掉在网子里 但有的地方因为土石太沉重 时间已久连网子本身也断掉 市议员郑文庭说 这片山壁的土石崩落已经很多次 这次接获民众反应 他会同施求李里长 邀请市府公务处等单位再次会刊 希望能够做党土墙 以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地方陆续好几年 大部分都会有肉食下来 尤其是台风天 那上次也有发出说 车子砸到了问题 给肉食砸到了问题 那还要是砸到车子 砸到人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长久租记 还是看怎么样 把它弄一个一老容易的方法 把它好好做 不要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要石头下来了 我们就用网子把它弄 这样下面还是有肉食在 这个地方其实土石崩落 已经很多次了 光我们服务处办会开也办了好几次 那我们非常感谢市政府 都会尽快地来用这个铁丝网 把它做一个补墙 但这个方式终究不是一个 彻底一劳永逸的一个解决方式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更深入的去研究 这个能够有一个彻底解决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地方做挡土墙 那刚刚我们跟这个市政府还有区公所这边做一个讨论之后 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彻底解决的一个方案 但是碍于经费的关系 那我们这边是希望说市政府能够考量到民众出入的一个安全 能够尽快来研绎这种比较长远的一个解决方案 不然我们关我们服务处的会刊就好几次同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会刊 那希望能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让民众在这个地方出入能够更安全 谢谢我们郑议员 关心我们市丘里 我们这边市丘无理 行车的安全 出入的安全 他很关心 所以说我先感谢他 所以说这次既然我们郑议员能够提出来改善的方案 那我们就谢谢我们郑议员能够 能够解释我们市政府能够重视这方面 由于施求路169项是施求无理对外重要的通道 市议员郑文婷期盼市府能设法研议 以党土墙的方式来彻底改善 以维护来往的人车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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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